Hi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康乔国际学校林口校区的英文科音许位老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KoEnglish里面一个非常好用的区域 如果你刚好是使用龙藤板 这个区域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的素材 你可以自学 特别是自己学习的时候 非常好用的区域 那我们要怎么去找一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到KoEnglish这个页面 找到最上面的课程专区 好 我们点下去 到浮高区 第一个就是课本战略提升包了 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那你就看到有三个版本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龙藤板 那我们就点进去看看有什么内容 那你就会发现里面会有五个区块 就是分为从Book 1 2 3 4 5 那就看你自己需要哪个区域 就点进去 那我们就随便点一个 好 点一个Book 1进去看看好了 点进来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简介课程内容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先讲一下 因为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试题 不同的练习题 你一定要按View Results 这个很重要哦 红色这个要注意一下 View Results 它才会记录你所做过的成绩 这样子你做了才不会白费 那你才知道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要记得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了 我们就从Lesson 1到Lesson 9 全部都这样子拍 一次拍拍给你看到 那都是下拉式选单 所以点下去你就会发现 东西全部都跳出来了 所以都非常的一目了然 从上到下呢就是有课程大纲 还有课文动画 那这个可能 这三个可能你在班上 你老师有播过这个给你们看过 那在这里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看哪一个版本 真的你自己的需求 再来呢 Core English 帮你各位整理 Quizlet 在Quiz上面有一些单字片语 都帮你整理好了 搞不好你自己也用过这些东西了 那再来呢 当然只有学过还不够嘛 你会需要一些额外的Extra Practice 在这里自卫单字片语练习 里面有非常多的题型 有选择题 有配对题 也有文艺智慧 这些等等都有 所以值得大家去 进去点进去 好好的试一下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这个区块了 阅读课文讲解影片 这就是Core English团队的老师们 帮大家所录制的影片 如果你今天可能这课 刚好老师自学没有上到 或者是你自己上完了 好像不太确定到底讲了些什么 或是学到些什么 你可以再利用这个区块 点进去都是影片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停一下 或是你要往前往后拉 都OK一直反复重新的观看 都不是问题 所以这就是非常适合大家自学 或者是review 复习所用的东西 这个是阅读课文的部分 再来大家都知道 每课有两个重点文法 Core English一样 帮大家制作了非常好懂的讲义 然后搭配题目 据上刚才所提到的单字的练习题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简介一下 让您知道一下这边 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做运用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点进去 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动画的部分我就不特别提了 这个就是动画啦 所以其实你就进去看 就是课文的声音档加上影片档 如果你想要特别练习听力 你特别听力 特别需要加强的话 或者是你觉得啊 我先读课文好像不太适合我 比较听力型的learner 你就先从这开始 再去看阅读课文讲解影片 我要特别话前讲的 Quizlet还有单字片 Quizlet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碰过Quizlet 大家可以给你讲解一下里面的界面 点进去你就会发现 它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所以它就跳出这样字卡的方式 那你可以点一下就跳出英文了 其实你可以帮助自己记忆一下 我看到这个中文或是看到英文的时候 我知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就可以样子 2 3 4 它都帮你列好了 除了这个当然也不够嘛 这是单词卡的部分 那还有学习书写拼写 就是让你做类似文艺智慧啦 可是它只是像是spelling的部分 最后当然还有一些小小的Quiz 帮助你去测试自己 到底了解多少这个单字 是不是记得够熟 甚至还有帮助我们做游戏的部分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个一个展示给大家看 大家自己就是去玩一下 Quizlet结束之后 我们再回来Quizlet的界面 再来我们那边都学完了之后 确定完单字OK了 再让你自己更加深印象 所以我们要来到这个单字片语练习 你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呢 我们直接点Continue 然后这是选择题的部分 我随便先点一下 要展示给你看最后很重要的事情 再来往下 然后这边一样选择题 我们先随便点一下 这是我刚才讲的文艺智慧嘛 所以你可以练习自己的拼字 搭配上下文 好那我们先审美出去 再来这也是一样文艺智慧 再来Berphrase and Idioms 也是一样很重要的嘛 那这边是用Matching 就是配对的方式 就是用拉的拖曳的方式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用甜的 还是要练一下Spelling 那我们一样这边Submit跳过 好所以最后你看到 可以View Results 这边就是我特别要讲的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过 单字查有过就是打勾 那它会告诉你的Score是多少 然后原始成绩 那也会告诉你 门槛Passing Score是多少 当然只有知道成绩是不够的 最重要是你要去Review 你做的打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记得不要按Close Review 你要按的是Next 好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诶 答错的部分用红色给你看 答对用绿色 那答错呢除了这之外 你往上滑一下 你就发现 诶 它会给你看到Correct answer是什么 所以这都很方便 每个大题都是这样子 这边我没有填 你看这些 诶 我滑上去 它就给你修给我看 Correct answer是什么 所以每个你都可以做到复习的作用 那你可以跳回去 下一页跳回去 都OK 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步调是什么 那这是单字的部分 我们最后要跟你讲的是 文法的部分 因为文法除了有讲义之外呢 还有练习题 那我点讲义 让大家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都很贴心 如果今天你觉得不太确定 你就点进来看 然后就是用简报的方式 除了剧情的解释 中音搭配之外呢 还有重要的Example Sentences 所以每个都有详细的解释给你看 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从哪页开始 当然看完之后 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练习题 那练习题 每一回每一个文法都搭配几回的练习题 让大家有充分的练习 所以在这边要强调跟大家鼓励说 这个区域其实当然 你可以当做review的功用 但是最重要的核心 其实还是要让你可以做自学 self learning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区域 如果你刚好什么东西版的话 好好正用这个工具 那影片就到这里啰 那希望大家有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 all 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